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分手英文 首先大家想到的應該是 Break up 這個段語 Break up 是表示破碎或是破裂的意思 也就是我們的關係已經崩了 What happened? Did you break up? 發生了什麼?你們分手了嗎? 除了這個段語之外呢 你在美劇中經常聽到的應該是 End our relationship End 是表示結束的意思 Relationship 是指關係 也就是結束我們之間的關係 How's your girlfriend Jack? Jack 你與朋友最近怎麼樣呢? I ended our relationship last week 上個禮拜我結束了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分手了 那除了這個片語之外呢 有時候我們也會說 Our relationship is over 也就是我們的關係 徹底的結束囉 OK 那麼分手有兩種 一種是你甩別人 另外一種是別人把你給甩了 這裡的話我們都可以用Dump這個字 Dump有表示拋棄或是清到垃圾的意思 I was dumped by Rose I should not cheat on her I should not cheat on her 我被Rose給甩了 我不應該背著她偷人 這裡注意一下 Cheat on someone 表示欺騙某人 或者是背著某人偷人 亦或者是表示給某人戴綠帽子的意思 那如果說你甩了別人 我們只用主動語態 I dumped her because she loves my money Not me 我甩了她 因為她愛我的錢 而不是我的人 第三個 Walk out on someone Walk有表示走的意思 Walk out也就是直接走掉 有種掉頭就走不負責任的感覺 這種會最讓人心痛 比如說 How could you walk out on your girlfriend 你怎麼可以直接拋棄你的女朋友呢 除了這個用法之外 你也可以說 Part from someone Part有表示離開的意思 Jack parted from his wife Two years ago 兩年前 Jack就已經離開他的妻子了 Number 4 Say goodbye to someone Goodbye是表示再見的意思 Say goodbye也就是說白白 說再見囉 He said goodbye to her girlfriend because he could not stand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因為他忍受不了异地戀 所以跟他的女朋友說白白了 分手了 OK 那麼如果是直接了當地說分手的話 這裡我們可以說 Be done with someone Done有表示完成或是結束的意思 也就是我跟某人的關係已經結束了 I'm done with Rose Don't mention her anymore 我跟Rose已經徹底說白白了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她 如果想要更直接一點 你可以用through這個詞 Through有表示通過或者是完成的意思 你也可以說 We are through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her 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不想再談論她 好的 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愛情是苦還是甜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體會 希望大家在對的時間找到適合自己的那個人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聽聞小說是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這裡是IE聽聞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